这个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去发笔记的时候 如何去称到 呃 官方给到的热度 好吧 来 首先 我们要去发笔记的话 要在这个小树商家版这里小树商家版这里发笔记 小树商家版这里 你往下面翻 这里有一个发商品笔记瓜分以及流量哈 瓜分以及流量 他这里之前是一个 笔记灵感 现在变成社区勒手词了 这新的活动出来了 上一个活动结束 ok 那么等这个活动结束之后 那又会有一个新的活动出来 大家还是在这里去找 还是原原本老办法在这里去找就行了 好 那我们直接社区勒手词里面点进全部对吧 也可以点击这个去瓜分 ok 这里面很多 这里面很多这种重度缺笔记的 你都可以去选择这些 类目 ok 比如比如说 随便选择一个吧 然后点提这个高曝光 这里高曝光 高点击高成交的话 我们就选择高曝光就行了 好 立即去发布 发布之后 你选择好 你剪好的视频 ok 下一步 下一步 好 这里封面封面和这个标题的话 要去 选择一件好一点的 可以给你的这个增加一些点击率 ok 好 选进来之后 这些标题 标题和这个笔记的内容可以去参考同行的 同行怎么写 我们去参考一下 然后改集改一些字就行了 好 这里就不给不给大家展示了哈 然后这个笔记也是一样的 笔记内容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再加一些话题 这个话题的话 也是可以去参考一些通行 就通行他加了哪些话题 哪些肉的比较高 我们就给他加上去 行了 好 那最后一步之后 我们要一定要添加一个商品 把我们上先上架的商品之后给他 添加进来好 添加进来 这里有一个详细 一 这里有个评论语 对不对 把评论语给他打开 打开一个姐妹们 直接冲 你也可以不跟我一样 你也可以去看一下同行 看同行 他们在评论语的评论评论语里面都打什么 好吧 ok 点击确定 ok 去发我笔记就好了 好 发布成功就在这里了 来 带大家去看一下 我刚刚对吧 这是我刚发的笔记 然后评论打开 下面有一个这个 作者 这里有一个评论 这里有个购买同款 对不对 然后也是正常有连结的